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術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這輪轉天來風濕骨痛很辛苦 婆婆,我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的? 那就多買一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元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元醫生,你好 Hello Della,大家好 近期你介紹了一本書給大家聽眾 就是那本《藥都不能吃了媽媽》 這本書裡面的作者說到 究竟你的身體是得到一個治療 還是一個傷害 這本書是在史上最完整的藥物安全報告 繼續回去,知道現在很多人 都會定期去做一些身體檢查 尤其是做癌症的檢查 其實他們這樣定期去做這個檢查 是對身體是好還是不好呢 記住了,現在大眾傳媒 一般政府都很多宣傳的 記得你做什麼? 記得你做子宮抹頸檢查 記得你做男性的前列腺檢查 女性就是乳房 用X光的檢查 以前很多大企業 定期叫工作人員去照肺 真正用X光照肺 你知道這是一個我們過去一直都推揚 而且經常很多人都會做的 但是有沒有人結果 有沒有去想一下呢 做到這些所謂癌症的體檢呢 其實到底有沒有好處呢 還是壞處更大呢 好了,我跟大家在這本書裡再分享 這本書真的值得大家有機會 快快快快買來看 因為不只是講癌症 其實是很多很多疾病 是分析得很詳細的 還有呢 我經常講的資訊 現在人們病死 是因為資訊不夠而死 而造之不應該做的事 這本書一講 有一位叫做安保哲博士 其實是醫生博士ND 他說呢 我不會做癌症的體檢 他亦都不會推薦家人去做檢查 理由其中呢 他說如果你真的被你發現了癌症 你就一定必須接受了 所謂深入人體的 invasive 侵犯性的三種治療 比如手術 藥物治療 就是化療 以及放射性治療 好了 那你就會鎖死 困在這三部谷那裡 好了 他還有一個原因 他說呢 其實這定期做這些檢查呢 本身就是一位壓力的來源 每次做的時候都會想 其實會不會有問題啊 等著報告的時候 有什麼問題啊 這次沒有了 下次不知道會不會又會好一點呢 就是經常都這樣 每年去做 可以這樣說呢 其實每次呢 你要面對一些很不安的情緒 那這些壓力是很大 如果反覆幾多次之後呢 其實可以形成一種 會致癌的深層的心理 哈哈 這些這樣的憂慮啊 擔憂呢 如果你經常煮這個呢 它本身就可以令到你致癌的 嗯 好了 這個博士說呢 他說呢 我不是開玩笑的 他說如果你真的想得到癌的話呢 最好就是做這些癌症的體檢 如果再加上呢 你有癌症的醫療保險呢 那就最好了 最完美了 好了 原來這位 另外一位安保博士呢 有一本書叫做免疫革命 那一本書提及呢 所謂的治療神經的理論 是 他說治療神經的緊張呢 會導致免疫系統的影響 是 還有呢 是不安恐懼的情緒呢 是會令到那個交感神經呢 的緊張 嗯 因此呢 和那個癌細胞奮鬥的淋巴球呢 我們叫做NK細胞呢 就會大量減少的 嗯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我們的治療神經系統呢 交感神經、苦交感神經呢 是會影響我們那個 那個身體的免疫力 那個淋巴那個 是 一般都是這樣說 大家一聽到治療神經系統 大家都記得我們 我們節目曾經介紹過那個 太空小凝青 為什麼這個蘇聯的太空科技呢 效果這麼驚人呢 其實呢 這個電磁運作很小的 貌不驚人的一個儀器呢 其實它是可以調理你的治療神經系統 當你的治療神經系統 當你的治療神經系統 調理正常呢 你的身體呢 身體就可以調理所有的問題 好了 那 那 他說呢 NK細胞 NK就是Natural Killer Cell 就是自然的殺手 細胞的殺手 他說如果是銳減到十分之一呢 其實癌症的細胞呢 就會暴增十倍 嗯 你想想想 就是你 因為情緒 因為這些緊張的情緒呢 是壓抑了自己的身體那個 那個NK細胞 那麼 減到十分之一呢 那你的癌的細胞呢 就會增加十倍 是是是 好了 一邊就減低了防禦效力 另一邊的攻打能力就自然增加了 沒錯 那麼他們就是說呢 事實上呢 如果一個患者 接受到這些癌症體驗呢 那麼醫生裡面告訴你 有羅患癌的 一信息 即是那一剎那 告訴你呢 患者的精神力 即是那個NK細胞的數量呢 就會急速減少到十分之一以上 這個在外國已經做過這些研究 即是很容易看你的白血球細胞 那一聽到這個所謂這個癌症的診斷呢 即是身體免疫力就跌至十分之一 跌至九十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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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可以說呢 醫生告訴你你的癌症呢 簡直就是殺死病人的最大的武器 他那句說話 有些人有朋友說 一句說話可以殺你 其實我們現在的醫生 當他宣判你有癌症呢 這句說話呢 就是一種最大的空氣 好了 還有呢 還有呢 當你聽到這個訊息呢 大概有十個百分之一的患者呢 由於精神的打擊 深陷嚴重的抑鬱狀態 這種可以叫做告知性的抑鬱症 因為知道 因為你知道這件事 就立刻抑鬱起來 患者很難從打擊裡面 站得回來的 避受不安和恐懼的折磨 免疫呢 只剩下十分之一 那表示呢 癌細胞呢 亦都會趁空隙呢 十倍以上的速度呢 爆發性的增值 還有 有近四十個百分之一的人呢 因為對病情的適應那個障礙 就是因為他聽了之後呢 他就很難以回復回正常的生活 因為心裏面成一種 不安和恐懼的壓力之下 那癌細胞呢 就不停地增值 你看到呢 還有他說 他說最嚴重呢 最差呢 有五十個百分之一的患者呢 是因為在抑鬱症和適應障礙 每天過著不安和煩惱的生意的日子 當然啦 癌的細胞就會日益惡化 你看到 因為這樣一句話呢 基本上呢 你的免疫能力呢 跌了九十個百分之一 而一般人呢 要是五到十個百分之一 有抑鬱症 五到四十個百分之一 是有適應障礙 因為這樣一句話呢 所以我經常都看到 有很多人呢 平時呢 是好地地的 是 突然之間一聽到有個癌症呢 整個癌症呢 整個癌症呢 就變成了 癌症不可能會 一聲變成這樣 這個這樣的訊息 這個這樣的告知呢 是令到你的心理 一個很大的壓力呢 是令到你整個免疫能力很差 好了 那麼他要這樣一句話呢 因為醫生一句話呢 就搞出大量的癌細胞的病患出來 那意思呢 癌症是一種什麼 是一種醫癌病 就是醫生做出來的病 本來是好地地的 那跟醫生搞一搞呢 就變成有問題了 所以叫做醫癌病 好了 那麼知道呢 醫生一說呢 就對患者 好像有死刑的宣佈 那一般人都認為呢 癌症沒辦法治療的啦 你是癌症呢 你只剩下 不知幾個月的時間 那麼聽到這些話呢 如果你的患者 還能夠維持平靜的心境呢 是非常之少 是不可能的事 如果這樣說 即是說呢 接受了癌症體檢的人呢 是不是更容易死在癌症呢 你不相信的 原來呢 接受癌症的體檢的人群裡面呢 其中有一個案例 就是用6500人做對象的實現裡面 接受肺癌體檢的人 比較容易挪患 以及死在肺癌 更容易一些的 總死亡率呢 是比較高 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在檢查的時候呢 患者是要暴露X光照射的 如果在三年裡面呢 僅僅照射了六次呢 肺癌的死亡率呢 就會提升到1.36倍 這個1990年是捷克的報告來的 你知道呢 很多大公司呢 都叫那些職員呢 定期做這些身份檢查的 有些是強制性的 之前曾經是強制性的 當然呢 早期可能因為肺癢 肺癢 肺病 你知道呢 當這個資料出現之後 其實很多公司呢 已經停止叫那些員工呢 上班之前呢 就一定要做的 但是呢 在外國呢 我亦都聽過那些病人說呢 他去外國讀書 譬如美國讀書呢 或者去英國呢 曾經說 那個領事館要求他去照益光的 那我朋友呢 就因此而免費去一點 免費去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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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了一疊體驗之後呢 肺癌的發病率呢 最低是增加了六倍 哈哈 大腸癌呢 甚至是九倍 比肺癌的體驗之後的 羅患病率更加高 如果你用背劑 來照那個攝影檢查 很多人都是這樣 吃的背餐呢 兩者的致癌的機會呢 分別高達到三百倍和九百倍 嘩 數字真的很驚人喔 完全沒有想像得到 做一個這樣 即是香港人 或者一般人都覺得 很簡單的一個 肺照X-ray 原來會是令到 產生其他癌症 三百至九百倍那麼厲害 胃鏡 他會用背餐 大家都以前聽過 很多的 用背餐 因為用了背餐 是胃癌和大腸癌 是增加三百到九百倍的 簡直驚人的 這個數字 我以前都不知道這麼差的 我亦都看到 我最近感覺到 好像用背來做檢查 大腸鏡呢 好像最近這幾年 病人來看症的時候 好像很少這些資料 可能他已經知道了 那些背部 是可以治癌的物質 好了 所以我們看見的目的 究竟是為了預防癌症呢 還是為了製造癌症呢 是的 這個真的 真的要大家 那個消費者 去重新去檢定一下 去了解多些 好了 問題就是這樣 到底我們應不應該去做一下 一般人都是這樣 有些人很喜歡去放假 去泰國 順便做完 很多人都習慣去做的 其實我們最重要是知道 自己身體到底是什麼狀態 我常常說 如果你的感覺是 吃得睡得玩得開心 OK 不會做噩夢 呼吸又好心 對任何事物都存有感激 心懷的 其實你便健康了 你不用做這些事情 來告訴你 你有沒有病 你自己知道的 健康是一種 精神 情緒 身體 經常處於一個 鬱鬱的狀態 是 不是說要沒有病 才是健康 簡單來說 粗略來說 吃得睡得玩得開心 是 那你就健康了 就不需要 經常做這些無謂的體驗 我們都跟大家分享過 很久以前分享過 有一個很多年前做的 有一間很大的燃疏公司 做了25年的比較 研究 幾萬個受保的人 燃疏公司叫他 你每年去做體驗 因為我們燃疏公司 會給錢 另外有一組幾萬的人 就叫他 我們就不會鼓勵他 去經常做體驗 但有時候燃疏公司 會給錢醫病的 結果25年來 這兩組人的患病率 和死亡率 是沒有分別 起碼沒有分別 是 不是好像現在的 癌症 還增加很多 是沒有分別 原因很簡單 一般的所謂體檢 或者試檢的檢查 其實它是需要你的病 到某個嚴重程度 細胞變得差不多 它才能看得出來 即是你早期的 普通功能性 初期 其實一般的檢查 是看不到的 是 那變了 當你要去發現有病 其實不是一個早期的病 通常是已經到中期 已經開始有問題了 那第二 當病變到這個階段的時候 其實在醫學上 在原始我們所謂西醫的方法之下 藥物的治療方法 是不會有幫助的 所以解釋了 所以這些長期的 定期的身體檢查 是沒有幫助 死亡率是沒有減到 患病率 死亡率 一點都沒有改善的 所以這個 這個又會加深了 剛才那個安智博士說的 醫生的一個說話 就是空氣症 好像那些人 定期這樣去檢查 每半年 或者一年的時候 上次醫生告訴他沒事 然後第二次可能就是 半年之後回去 我們就馬上告訴他 你已經患了癌症 那一句說話 自己的心裡的打擊 真的很大 好像一把空氣插進去 因為大部分人 定期去的時候 都想著 都是沒事的 我這半年 有沒有什麼特別事 什麼事 突然之間 證明如如醫院先生 剛才說 是因為早期的時候 檢查的 那些嚴重病 在早期的時候 其實還未被發現到 所以醫生就告訴他 沒事沒事 到發現到的時候 已經是很嚴重 好 這一節的時間 我們差不多了 待會回來 繼續回我們的治療法與你 繼續回到今天的題目 就是 癌症體檢抗癌藥的致命隱憂 六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 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六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 三個W多 H E A L T H S H O P .com.h K 歡迎回來第二節原網台的 《自然療法與你》 繼續回到今天的題目 就是 癌症體檢抗癌藥的致命隱憂 好 袁醫生上一節我們聽過 當我們做一些癌症體檢的時候 其實 反而就會令到癌細胞激增 差不多十倍 其實 癌症是不是真的這麼可怕的呢 原來這方面都有很多資料 不過我們過去是一般的 沒什麼機會接觸到的 原來 他說 很多人就是 死了之後 有很多時候會做一些所謂的解剖 檢查 看看 在他們過去的研究 發現 很多人因為老死 衰老而受終正寢 是正確自然死的人裡面 居然八成都有癌細胞 身體裡面 你去找 你去找 都是有的 簡單來說 其實一般所謂健康的人 正常來說 體內都是會有癌細胞 OK 那 即是說 這些人 比如已經過了生的人 他發現 咦 百分之八十都有癌細胞 有腫瘤在裡面 但他們沒有因此而死 也根本沒有什麼症狀 結論簡單來說 癌症幾乎是不會致命的 你記住這個道理下 百分之八十的死了的人 是被發現 他不是死了癌 他是正常的 受終正寢的人 發現百分之八十都有癌的腫瘤在身上 簡單的結論就是 基本上癌症是不會令你死的 記住 癌症是不會令你死的 還有 我們平時一個人 每天裡面 我身體會有製造 有些所謂異常的細胞 即是五千個異常的細胞 所謂叫做不完全的細胞 是一個很普遍的 一般人也有一個資料 我跟大家分享過 一般人一生裡面 有六次到十次 是會有癌的腫瘤的 只不過他沒有被發現 沒有積極去用這個方法去搞他 他就自己身體會好起來 好了 這是一本書 日本書 應慶大學 一個近田城醫師 所以他說固體的腫瘤 在六七年內幾乎不會有什麼變化 OK 你看到一個腫瘤在這裡 在六七年內都會在這裡 即是不會有什麼影響 這是一個醫生的常識 即是醫生自己知道的 如果觀察十五位 那個胃癌的患者 發現腫瘤要長到兩倍大 最多都要花上八年零七個月的時間 即是很多時候 你不用 簡單來說 你發現腫瘤 不用太過害怕 因為這個不是急性的 通常這些腫瘤 在身上會逗留很多年七年六年 是不會有什麼變化的 不要被人說 一發現就好像緊急 急症一樣 要立即去用一些非侵犯性的手法去搞他 他說 但是在現代癌症的治療裡 有八成的患者 因為抗癌的劇毒 放射性的劇烈有害性 以及切除手術帶來的深深疲弱 而死亡 哈哈 明白這個說法嗎 這是一個英卿大學的教授裡面說的 OK 因為這些治療 是導致八成的病人死 很明顯是死在治療裡 每年死亡 有三十六萬的癌症患者裡面 有二十九萬人不是死在癌症 而是被癌症治療的醫療過失所害 這個數據是在外國的數據 好了 浩姆疑問 這是一種熱無過失致死的刑法犯罪 而每年殺死二十九萬人 沒有一個醫生被逮捕 他若無其事 每日最進行納粹大屠殺官的行為 警察絲毫未動 因為他視為是癌症犯罪踏田的一員 因為警察也是 但一般的警察都認為這些是專家來的 他認為專家認為對 他就認為對 可以這樣說 他們是一種共犯來的 一起幫助這件事 好了 他說政府和癌症醫學會 一邊是高聲酸道 早期發現早期治療 大家都很熟悉 但事實上 是早期發現早期殺害 如果因為癌症住入醫院 一定會被用這三大療法抗癌的药物 放射治療 放射線和手術 原來1990年美國政府有一個報告 OTA Office of Technological Assessment 即是科技鑑定局 美國政府科技鑑定局 1990年已經說定了 與替代醫療相比 即是自然醫療的比較 三大療法不僅無效而且是危險的 已經明白這個意思 1990年美國政府科技鑑定局 已經說出來 與自然醫療的治療方法比 這種療法不僅是無效 還是危險的 好了 當然對於這件事 很多人 很多日本醫生和患者 都蒙在鼓 因為大眾傳媒會不會說 香港有沒有人記得在我們的大眾傳媒呢 這是1990年美國政府的報告來的 因為為什麼呢 癌症犯罪集團已經透過完全情報操作控制 將這個消息封鎖起來 1990年美國的科技鑑定局 已經說出現時的三種治療方法 其實比較自然醫療的替代醫療相比 是不但無效和危險 所以很多病人都經常問我們 我們這些方法其實是否會更加好呢 1990年起碼美國政府科技已經告訴你 是更加更加好的 在日本這個調查報告裡面 都很明顯看到 就是有36萬的病患者裡面 而有29萬 差不多接近八成的病患者 都是會因為在治療過量或者失誤裡面 造成了死亡 即是相比起他不做治療 或者是的時候 他的生命還比做治療還可以延長 我之前跟大家分享這個資料 就是美國有一位加州大學 Berkeley加州大學 有一位叫做一位教授 Professor Harding Jones 這位教授每年跟美國癌症學會 周年大會做主港嘉賓 他說什麼呢 是講癌症的死亡數據 他有一年就直接公開難 這位真的是專家的專家 他是看完美國的癌症死亡數據 他的結論就說 如果一個病人快有癌症 如果他是選擇什麼都不做 什麼都不做 存活率是可以高達四倍以上 另外一個資料我跟大家分享過 有一位日本很出名的醫生說過 90%的癌症 其實你做治療和不做治療 其實是差不多的 但現在這個資料說出不是差不多 是遠遠差得很厲害 什麼都不做 是 36萬的癌症病人裏面 有29萬是死在癌症治療的醫療過失 所以這些資料 這些資料不是這位作者 憤兇亂的想像 這些資料根本是官方醫學會 醫學大學教授已經的數據 當然這些資料是一般的傳媒 是永遠不會告訴你 因為我們現在的資訊 就已經被這些集團 醫療集團 政府已經全面控制得到 很幸運 大家在現在的互聯網的廣泛性 很多資料可以透過不同的 好像我們的網站 是跟大家分享的 1985年 美國癌症研究所 有一位所長 癌症研究所所長 Vincent De Vitti 在議會發表了一個衝擊性的發言 他說 癌症化療其實是很無力的 因為癌細胞會改變自身的反抗癌劑基因 迅速獲得對抗癌劑毒性的抗藥性 很快就會適應抗藥性 接下來癌細胞會變得更加凶惡 更加惡惡性化 開始滿力繁殖起來 你扔得越多抗癌劑的實現組別 就發現是越短命的 歷史上是初期對抗癌劑的效能判決研究的結論 當時參加美國東部有三十二十多所大學和醫學院 在東海岸報告講出來的 這是1985年 其實已經知道很久已經知道 抗癌劑是正在殺害患癌的人 以及放射治療對免疫能力的破壞 就是其中的原因 遠遠是更加嚴重的 好了 我們可以做些什麼呢 當然你覺得身體有些問題 有些癌的問題 首先要停止過度的憂慮 過度工作和過度食藥 過度工作和過度食藥 過度食藥 過度食藥 就要停止它 然後對任何事物都要微笑 要感謝 和調整飲食習慣 才做這件事 吃六分飽就可以了 保暖的身體 多運動 保持維持兩個星期之後 再看看身體的情況 如果沒有改善 就應該好像安保醫生說 趕快找一些治療法的資深 有資歷的治療法的醫生 幫你去處理它 其實不是說 聽眾要了解到 不是說什麼都不理 只不過你是要找一個適當的方法 首先就是要把所有的憂慮 因為剛才說過 當你有壓力 有憂慮 煩惱的時候 其實那個NK細胞 就馬上減少了九成 所以這一方面要先做 再作出適當的調整 調整 調節 抗癌藥 我們剛才所說的抗癌藥 跟大家介紹一種抗癌藥 是基上用的 這個叫做 Cytorabine Cytorabine 的注射劑 這種叫做代謝吉礦的抗癌劑 我知道 我們知道癌症細胞合成的DNA的時候 抗癌劑就會把自己 偽裝在其中一部分混進去 然後破壞DNA的合成 所以叫做代謝吉礦的抗癌劑 簡單來說 抗癌藥會破壞生命的元素 因為它走進你的DNA 令它混亂 遺傳基因 當然它是一個極毒的細胞藥 是毒藥 入了你的細胞之後 這樣搞你一大輪 當細胞毀滅 當然生命體也毀滅了 這種藥 在藥廠的標籤裡面說的 它有什麼作用和特徵 用它的毒性和核成DNA的酵素 結合防止癌細胞增殖 因此無法 但是它是無法區別癌細胞和正常細胞 所以正常細胞也會受它毒性的破壞 這就是它的作用和特徵 它說明它分不到 兩邊都來的 癌細胞又殺 正常細胞又殺 好了 方單亦都說 DNA會被破壞 得知靈破碎 細胞會壞死 意味的組織 氣官都會壞死和溶解 它還有 這個注意的項目 它說用這些藥的細胞毒性 建議拿的時候要戴手套 用那個醫生護照戴手套 因為如果藥劑接觸到皮膚 應該用大量的水 流動的水清乾淨它 因為具有毒細胞 接觸到會令皮膚細胞壞死 立刻溶解 你看多毒 要戴手套 皮膚接不到 射到你的身體的血管裏面 好了 治療對象是甚麼呢 你看看它多方面 治療是甚麼呢 肺癌 胃癌 大腸癌 肝癌 胰臟癌 乳癌 子宮癌 卵巢癌 膀胱腫瘤 急性白血球等等 除了膀胱腫瘤 及急性白血球之外 其他癌症都有附加條件 是甚麼呢 它就要用其他的抗癌劑一起用 必須要和其他的抗癌劑一起用 意思是靠這個沒有用 即是一量加一量 即是都不知道 它沒有用 不過你加上其他才有用 好了 問題就是這樣 你將這些抗癌劑 和其他的藥劑一起用 它本身已經有很嚴重的副作用 因為我們的資料發現 原來用這些抗癌劑的種類越多 患者的壽命就越短 這是美國東海案報告的 這是1985年 美國東海案的20多間醫學院 和醫療機構出爐的報告 這是美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抗癌劑實證實現 當時對象是有743位肺癌病者 全部都是第四期 最終期 依照抗癌劑的種類 第一組是用三種藥 第二種用兩種藥 第三和第四都是用一種 一是A一是B 四組進行觀察 比較肿瘤縮小的程度 一是縮小20% 第一是用三種藥 第二是用兩種藥是13% 而第三和第四是9%和6% 因為只用一種藥 由此看起來 如果你用抗癌劑治療的觀點來看 若是種類越多 效果就應該越好 但是 研究人員在報告發現了一個很衝擊性的事實 比較患者的生存時間 最重要的生存時間 投得多重藥物的A 患者的生存時間是最短 就是流種數得最多 但是死得最快 存活最短的 只是投一種藥的三和四種藥 原來在一和二兩種藥 即投幾種藥的 在幾個星期內 已經陸續有患者死亡 根本身體也接受不到 令患者致死副作用的強度 在幾個星期內 複數頭藥的組 是單一頭組的 是七到十倍 所以很可悲 我們經常遇到病人 經常遇到腫瘤一大 他又被人去做化療 他不了解到 其實他會因此短命 你可能和腫瘤共存 可能七年或者很多年 你還在 但你急於把腫瘤縮小 他以為縮小 就代表你會存活長 其實不是的 你用化療藥縮小 你就死得更快 所以這就是 傳媒或者大眾 對於怎樣去對待這些疾病 癌症腫瘤的認知 就不清晰 因為通常一般檢查的時候 醫生出來的報告就說 你發現了有腫瘤 尺寸多大 所以在他們的價值觀 在他們的理論上 一般的病患者就覺得 咦?小了 就即時好像有好轉 但其實就是不斷地 你身體對於抗癌藥 那些多種的副作用 根本你的身體也抵受不了 是的 在醫學的研究角度 當一個病者接受一種治療 腫瘤是縮了的 但病人死了 他的結論就是 這種治療是成功的 有效 這種歪曲的思考 一般人是想都想不到的 即是沒有了常理的 還有 我曾經說 癌症腫瘤小了 那又怎樣呢? 但用這些複數的抗癌劑 毒性副作用當然 相加成了 最重要的是 本來已經縮小的癌症腫瘤 亦都會不斷地增殖 五到八個月之後 就會恢復到原來的大小了 香港呢 無數個病人都有這個經驗 都會告訴我 縮了之後 很開心 幾個月之後 就還原基本步了 但最令人恐懼呢 癌症的步伐 沒有因此而停下來的 復發性的癌細胞是持續增殖 最終呢 令到患者呢 是萬向死亡之路 OK 那 可以這樣說呢 這個實現 這個 我已經是講過 美國東海岸的報告 是最大型的報告呢 它說呢 無論是哪一種抗癌藥呢 幾乎沒有辦法 令到患者 懸長性命 記住 懸長性命 即是說呢 用得越多種類的抗癌藥呢 患者就會越早死於副作用 抗癌劑基本是 沒有辦法延長你的壽命的效果 是一種假象來的 這個決定性的報告呢 在美國政府下 1990年發表 當時浸經到各界的各方面 OT Office of Technological Assessment 就是美國科技鑑定局 他說呢 癌症的三大療法不僅無效 而且是危險 這個是1990年 美國政府的報告 好了 因為這個報告出現了 美國癌症治療的方法呢 就變了180度的大轉變了 很多人呢 就開始用替代的治療 即是Alternative Medicine 就是我們所謂認識的自然醫療 那很多人用了 可能反對用這個的聲音 越來越少 即是他不會很積極 因為他知道 即是如果你看過這個 報告的醫生 更加不用治療 簡直是難以想像 好了 他說自此之後 美國的癌症死亡數字 每年以數千的速度 是逐漸減少 我們經常看到報告呢 因為我們有新的大藥 因為人們及早發現了 所以現在癌的死亡率 是每年減少中的 其實真正的原因 是人們不再用這些方法 不再用無謂的試驗 用自然醫療 用替代醫療 這是真正的原因 導致現在癌的死亡率 慢慢減少 因為越來越多人認識了之後 就開始採用自然的醫療方法 替代的醫療方法 好了 我們用回那個 剛才那個 有沒有聽過什麼 雞尾酒治療法 是不是很流行的 現在就是了 很多時候 其實就是說 那個報告在1990年出了之後 當時很多是醫生 去改用那些自然醫療 但是在另一方面 藥廠也有不斷宣揚 現在有什麼新藥 甚至乎 他之前聽過說 用幾種藥一起用 就不好了 所以他就將它混合了 叫做雞尾酒 雞尾酒 雞尾酒就是說 幾種藥要用其他藥 剛才我說的 這種藥 那個Cyteraban 這個注射劑 要加上其他的 要一起用的 這就是多重式的腳藥物 在癌症這個 就叫做雞尾酒 雞尾酒療法 簡直是亂來的 雞尾酒 抗蚊藥混合的種類 愈多 副作用愈大 患者很快就死亡 被殺死了 但是這個Cyteraban 這個注射藥 裡面的方單 不單止指導醫生 一定要其他藥一起用 還有 將這本劑和其他 惡性腫瘤劑 並用的患者 說出來 是有出現白血病 肺腎癌 肺腎癌 等的癌症 有些人 會走到肺 然後有白血病 根本就是這些 雞尾酒的藥 副作用 現在已經看到 多種藥 已經知道會導致癌 的出現 再給大家 深入了解 用Cyteraban這個藥劑 會破壞DNA 如果跟其他抗蠻藥 一起用的時候 會作用驚人 譬如 聽說 會破壞造血 造血的骨髓 造血 所以很多的癌症病 會貧血 因為造血功能差了 血球減少 惡性貧血 內臟出血 免疫能力低了 休克 立刻死亡 消化器官功能 痛血 嘔吐 急性呼吸 困逼症 突然之間 弄亂了 急性心膜炎 心臟發炎 或者發燒 胸痛 呼吸困難 甚至休克死亡 腦病 白質腦病 中樞神經障礙 這些症候群 膽質累積 小腦失調 所以有些暈 走得不協調 肺水腫 呼吸障礙 發燒 種種 可以這樣說到 在這些混合劑之下 整個身體各方面 都已經發出一些 所謂的悲慘的聲音 攻擊癌細胞 其實是身體的免疫細胞 所謂的NK cell 而抗癌劑不單止 你無法消滅癌細胞 還要減低你身體的NK細胞 你身體能夠殺癌的細胞 接著就是 攻擊患者全身的組織 你的器官 對癌的患 投入抗癌劑 簡直就好像 用汽油去滅火 一樣蠢 嗯 是 因為剛才都說過 抗癌劑 根本就是破壞細胞的DNA 但是它不會懂得分 哪些是好哪些是壞的 所以 變成你一進去 所有的細胞 都要被破壞了 那細胞破壞了 你的人的功能 生存 怎麼可以繼續下去呢 好了 其實有什麼可以做呢 是的 我們知道 在癌症治療裡面 應該著重於增加 攻擊癌細胞的NK細胞 即是提升自己免疫能力 只是這樣 只是這麼簡單 報告裡面就指出 當人在笑的時候 笑身體的NK細胞 會急速增加 所以第一件事就是要笑 只要有笑容 癌症就會慢慢痊癒 這真是很簡單的一個方法 令我們提升NK細胞的數量 就是要保持心境開朗 要笑 所以剛才也說過 即是當就算是檢測到 真的有患癌的時候 其實剛才也提過了 放下所有的憂慮之後 也都去向每一件事物 作微笑 作感恩 其實也是在幫助自己提升 在很多年前 都二、三十年前 有一位很暢銷的書 那本書叫做 Anatomy of an Illness 一個疾病的解剖 作者 他不是一個醫生 他自己經常工作很忙 東非西非 然後自己出現一些很嚴重的病 我不記得當時是一種什麼病 總之是一種很難醫的病 結果他怎樣呢 他就是去租很多電影 那些羅羅哈地 那些笑片的電影 日日就看這些笑片 來調理自己的心境 結果他的病康復了 他寫了這本書 叫做Anatomy of an Illness 其實現在你會看到 因為笑是可以增加你身體的免疫細胞 沒錯沒錯 那這個作者說了之後 然後就成為很多醫學院的所謂 所謂合作教授 那他就經常推揚這本書 很有趣喔 然後後來還有 他沒有很多年之後 他可能又有身體壓力多 做事 又再生病 又有些嚴重的慢性病 他就用同樣的方法 是 將病再次治好 所以要看到 為什麼在醫療癌裡面 那個心境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我認識很多自然醫療 很差很悲觀 很無奈 他從來沒有想到 其實我們的身體 正如這本書的作者說 身體有100個專家醫生 在我們身體裡面 其實這些最相信我們自己的身體 以及我們的心境是控制一切 我以前提及過九大致病原因 其實最大的原因是 心境、壓力、悲觀、恐懼的情緒 所以其實我們自己是有足夠的能力 控制所有病 包括癌症在內 所以早年的時候 香港也有一批的人士 經常都是做那些笑功 大家圍在一起 哈哈哈哈 當然這些笑的 真的要發自內心的 你不只是表面皮肉這樣移動 那就為之是笑的 沒錯 那調理的心境是很重要的 是 好 這一節的時間也都差不多 一會兒我們回來 繼續今天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們今天的題目就是 癌症體檢抗癌藥的致命引憂 當然我們可以有時間去大自然裡面 我們除了鞋子 在草地行走下這樣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的時候 其實現在市面上 已經是有一些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已經有很多的客人 買了回去家裡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 這個接地器的治療了 接地器的產品 可以在我們六創二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的了 聯絡電話是28824848 歡迎回來第三節 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繼續今天的題目就是 癌症體檢抗癌藥的致命引修 餘先生 在上一節我們介紹了一種抗癌劑 現在又有另一種抗癌劑 叫做Plektocin 這個就好像含有Pak的物質來製造 這個就被譽為最強的細胞毒性 引致全身器官的一個哀號的藥 即是更加強的 其中有Pak的物質 你看一下 這種含拍的製劑 毒性和癌細胞DNA基因的結合很快 立刻會阻止DNA的組合和分裂 簡單來說 這個好像快乾膠 一貼下去細胞就乾了 硬了 一貼下去之後 就立刻基因會硬化 細胞立刻死亡 可以說是終極DNA破壞藥品 也可以說是最恐怖的細胞毒物 代表這種藥物 含拍的藥物 我叫做Plektocin的注射劑 由這個藥的方丹裏面 你看到是驚人的警告 第一個方丹講警告 使用本劑的癌症化療 必須在緊急的時候 能夠確實應對治療的措施 緊急時要預備定 尤其由於對癌症化療 具充分知識和經驗的意思 判斷治療 確實適用於病人之後才可以用 要說明要有這樣的措施 即是可以隨時會即時死亡 所謂的緊急時 意思是 這個毒性造成的患者 有生命危險的時候 就應該確實應對 即是要具備救命的措施 換而知這種警告意思就是 無非是用這些折射劑的患者 可能因此而死的 所以要好好做好覺悟之後才要 即是要心理準備 病人會死的 你看看這些注射劑 方單裡面 應該找到一些臨床的成果 是的 這麼厲害的事情 原來這個作者說 他看來看 是完全沒有 有四篇方單裡面 是完全沒有任何的臨床成果 以及有效數據的 哈哈 我知道 藥士法 一般規定 所有藥廠一定有義務要講出的 藥物裡面的相關資料 記載於方單的 包括用法、用量、後能、副作用 以及使用註的事項 方單的目的就是 預先要防範醫療品的 誤用和副作用事故 所以藥廠一定要把手上的資料 都要把醫生和藥劑師 醫生亦都可以依賴 然後做處方 好了 原來 這隻這麼劇毒的Pactosin 這隻注射劑 連有效程度去哪裡 完全沒有 沒有法知的 連記載一個字都沒有 你想想一下 有沒有搞錯 用這個藥是 有什麼作用呢 是完全提也沒有提的 好了 有些人說 有些人質疑 這個藥廠 是很大的藥廠 為什麼會這樣呢 這隻藥是一種叫做學名藥 Generic 不是專利藥 所以它不需要寫 其實這是不對的 Generic 所謂學名藥 其實是一樣要說出來的 好了 但問題呢 看不到 你看看 用了這隻藥之後 有什麼症狀呢 第一 嘔吐 惡心嘔吐 用了這個注射劑之後 幾乎所有病患者都會出現這個症狀 嘔吐 惡心 製造血的機能障礙 會引起血球的減少症 骨髓抑制的症狀 即是紅血球 血小板 白血球的造血機能 完全被抗蚌劑的劇毒破壞 令到血球的數量大量減少 造成惡性貧血內臟出血 無論哪個東西都會因此 即可能都會令到你死亡 是的 琳巴球 NKTZ 大量減少 令到免疫能力是趨向於零的 癌細胞 那個病原菌 那個毛菌 身菌 大量增生 終於那個病人就會死 即是因為抵抗你沒有了 其他什麼問題都會感應出現 對 完全做不到血出來抵抗 好了 跟著另外副狀 休克即死亡 強烈的胸痛 或者血壓過低 也都導致死亡 那麼 好了 到那個時候 你說停止不用 已經來不來一次呢 根本就沒有了 已經太遲了 是 還有腦中風 會導致腦血管的障礙 阻塞了 那麼 還有心臟停止 即是心臟麻痺 那麼 會心臟緊失 合心症 心律不整 那個心失 那個纖維性的震動 慢性的心律病等 那麼 還有胸痛 緩暈 吸不到氣 心跪和心電圖 異常的症狀 好了 還有是間質性的肺炎 原因就是 抗癌劑的導致的免疫能力減低 所謂適當處理 竟然 遇到這個情況之下 適當處理 就用那些注射濾固醇 就是這樣對付它 好了 慢爆性的肝炎 肝功能的障礙和黄膽 令到肝臟破壞到不堪 還有急性的腎衰協 腎衰竭會引起血療 蛋白療 小療 無療 可能致死的嚴重的腎功能的障礙 好了 溶血性的尿毒病 神衰竭 溶血性的貧血 血小病減低等等 還有消化度 穿孔 這些抗癌劑的毒性 在每個胃腸裏面穿孔 導致消化性的潰瘍 和消化度的出血等等 整個消化度是支離破碎 然後急性的胰臟炎 毒藥會胰臟發炎 這種劇動是難以形容的 很多胰臟癌的病人 後來是痛得很慘 是痛得很厲害 然後是糖尿病惡化 血糖上升 糖尿病惡化 肌肉會因為分碎 或者酸血症是死亡的可能 然後是橫紋肌溶症 肌肉的橫紋肌溶化 身體肌肉溶解的程度 令身體溶解的脂肌 會上升 你看到肌肉都會溶化出來 我聽到真的很恐怖 陳先生所說的 折射劑的副狀 原來是大概有100種 100種以上 所以你看到 其實最重要最重要 我經常這樣說 我們怎樣去處理癌症 就是陳先生所說 原來解剖的受中症的老人家 正常病死自然死的人 居然百成身體都有癌症 他亦都可以活到中年 即不是早死 活到百年龜老那些 是平靜離世的 由嬰兒到老年 每個人身體 每天都會生成五千個癌細胞 所以癌症是正常的 先要了解這個事實 是很重要的 是沒有人是沒有癌的 癌症是很正常的 好 我們真的要重新整理知識 不要一聽到 身體內有癌細胞 立即變得很無助 很不安 很憂慮 原來其實我們身體 每天都會不斷有機會 在製造癌細胞 因為剛才解釋過 其實所謂癌細胞 就是一個不完整的細胞 沒錯 我們每天身體 身體在新陳代謝裏面 其實一樣都會有 不過只要我們如何 適當地處理它 所以其實在干擾素 生物性抗癌劑裏面 其實我們有什麼方法可以做得到 大家做癌症的病人 很常常都有遇到這些情況 那些藥有很多問題 不然有一種新的藥 這種叫做生物性抗癌藥 即是另外一種類的 叫做Alpha-干擾素 Alpha-interferon 很多人都會用的 好了 這藥其實是有什麼好處呢 即是它利用患者的生物學反應抗癌劑 是一種也都被譽為夢幻的抗癌劑 避受期待 但是出現了醫療很快 就出現了超乎預常的可怕的作用 不是什麼生物反應這麼簡單 好了 這種藥作用的特典 竟然是和免疫作用有關的 詳細的機制都不知道 因為是沒有詳細說的 好了 但問題呢 什麼情況之後會用這種藥呢 通常會用一些腎臟癌 多發性的骨髓瘤 白血病 即是慢性的骨髓瘤病 你可以看到 這隻所謂夢幻的抗癌劑 療效究竟有多高呢 最重要是醫治腎臟癌 好了 柳腫腎臟的縮小效果 只是說縮小 竟然只有7% 56個案裏面有4個是7% 即是縮小了 就縮小了7% 即是說呢 這個跟我們不差 即是正常的 有時候也有正常的不差 差不多而已 是7%左右 對 80%的病例是毫無變化 你認不離譜 80%是毫無變化 只有7%是縮小了 好了 骨髓瘤有效的只有1.4% 有什麼搞錯 1.4% 這個跟五差範圍裡面有什麼大分別呢 是 白血病可以暫時傳遇 但14個人裡面只有一個 暫時傳遇 14個人傳遇 這可能是一個偶然發生 對 最重要是B型肛炎 因為我們病人經常聽到 他們醫生慢慢推薦 用這個肛擾數 好了 B型肛炎是78個案例裡面 因為效果顯著的只有兩宗 哈哈哈哈 僅僅2.6% 根本 不可以說是干擾數有什麼的療效 通常呢 通常在藥廠 通常會盡量在荒單寫得 即是將那個 有效成 寫得很漂亮的嘛 那麼寫到盡那麼漂亮 竟然是這些這樣的 即是寫到那麼多多 你簡直不能夠相信 當然醫生也是一無所知 因為他們連那個方單看都不會看的 是是是 所以病人被推用這件事 醫生自己都沒看到 根本這件事 根本是這個療法 簡直是無的 好了 警告了 他說呢 無論是用藥的醫生 或者接受藥的患者 對那個Alpha干擾數 幾乎是無效的 驚人事實是 亡而無知 是完全不知道 唯一能夠確定 令人經歷的副作用呢 就會將攻擊身體全身的 副作用包括裡面 他有用紅色的 紅框框寫的警告事項 使用這個時候 最需要注意 最大的副作用 是警告上面寫到的 警告是什麼呢 可能出現自殺企圖 嘩 光含藥 令到患者產生自殺的衝動 甚至被迫絕路 你可否聽到我們經常 在傳媒報道 有些人自殺 為甚麼呢 說他有病 有癌症 所以他自殺 現在看回之後 為甚麼人會自殺呢 因為這是癌症、藥的副作用 不是他覺得自己病都沒希望 是藥的副作用 是會出現自殺的企圖 被迫上死亡之路 好了 如果醫生是用這些 應該會明白 要講出這些副作用 應該同解釋 作用是這樣的 有效是這樣的 副作用是這樣的 我相信 如果人們聽到之後 人們就不會說 醫生麻煩你幫我做 應該不會 是吧 應該不會做 可以這樣說 如果那些人 為甚麼會這樣呢 原來事實上 能夠看方單的醫生 差不多是零的 大部分的醫生是不會看的 這個就是驚人的事實 這個不是他 是真的做過研究 很多醫生看都看不到 所以這些悲劇出現 是理想當然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醫生不會幫你看 希望自己自己去看看 因為呢 這個干擾素 這個藥物 一直都很多人去退 我病人裏面 亦都很多是被勸喻用 或者曾經用過 好了 我都和大家看看 他現在的 方單裏面的 一連串的副作用是甚麼 第一 高燒 注射 alpha 光耀素之後 會勒克 發起高燒 體溫 會突破40度 高燒 如果每日打一次 每日每個星期 每一周 都在炎熱地獄裏面受苦 第二 全身疲憊 全身懶散 疲憊 難以過日子 累到你真是 每日到日如然的 抑鬱 治療中的人會陷入抑鬱 精神錯亂 意識障礙 突然之間對他人 施以暴力 揮掉桌上的東西 丟掉 刀斃 自殺衝動 自益 吊頸 吃了之後 有衝動自殺的危險 我告訴你 大部分現在 我們經常都遇到那些 自殺 在公眾地方跳樓 在商場跳下來 多數有病 其實不是一個病 令到他有這些問題 是這些藥物 互作用 令到這些自殺 幽刻死亡 重大的副作用 血壓急速下降 會死亡 心臟麻痺 即是停頓 心臟衰竭 心肌緊失 合心症 心膜 心膜過速等等 最終就是心臟會停 做血的障礙 做血功能障礙 導致血球大量減少 惡性貧血 多重器官的衰竭 免疫力降低 最終也會導致死亡 眼底出血 血管突然爆裂 整隻眼睛都紅了 經常都會聽到 我遇到這個情況 第一件事 就問他吃過什麼 好了 間質性肺炎 白血球受到障礙之後 數量罩減 免疫能力低降 接著有很多併發症 糖尿病 糖尿病發作或惡化 甚至導致患者會昏碎 自身免疫病 自身免疫的免疫遼暖 指甲狀腺功能障礙 腫症肌無力 鼓揚性結腸炎 這些自身免疫病出現了 最終是白血病 白血球一減少 免疫能力低 血液腐敗 有勒克死亡 這些就是 所謂Alpha Interferon 肝擾素的副作 一部分 還有 顏面神經麻痺 突然之間麻痺一面 視網膜病發 便血便 聽覺障礙等等 還有 肥膚潰難壞死 這些是很多 我最近在上課 在同學療法國課堂裡 有一位新的學生 都說過自己 曾經出現這些 潰難性的副作用 這些都是因為 是用了 Alpha干擾素的治療時候 出現了這些副作用的情況 很多藥都有這些 有很多普通的雙風感冒藥 都有這些情況 好了 我們有什麼可以做呢 其實你現在的人的病 不是缺少什麼 其實現在的人所患的是 是缺少藥 是一種藥 就是正確的資訊的藥 日本的癌症死亡 八成都是創癌症治療的犧牲者 再想回這些悲劇 所以看這本書 聽這節目 是你決定你的命運的選擇 最重要是有正確的資訊 嗯 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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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真的是 現時來說 我們那個資訊這麼發達 如果病患者 不是正正正去選擇 一些正確的資訊 接收的 而導致 悟墮了 在這個 醫治癌症 體檢 用這些 抗癌藥的陷阱裡面 這個相對來說 聽來又真是很可悲 這個資訊發達的時候 但當然 在很多時候 有一些正確的資訊 也都未那麼容易掌握得到 或者是發掘到出來的 所以 有些人今次 袁醫生又再介紹這本 《藥都不能吃了媽》這本書 我們也很感謝這位作者 很大膽地 也很全面對他 披露了所有這些謀論 讓大家可以去認知 這本書 是日本亞馬遜網絡書店上 五星級的評價 而這本書 是完全可以 顛覆了你對藥物的貧乏知識 唯有徹底了解了這些 醫療忘記了告訴你 才可以得到真真正正的健康 好 今天我們多謝袁醫生 和我們今天的分享 我們今天的時間都差不多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問題 便可以打以下的電話 和袁醫生做回診 電話是25773798 而在海外聽眾 可以透過Skype 和袁醫生做一個網上的回診 可以E-mail去 c-s-at-natural-healing-dot-com-dot-h-k 在海外聽眾 在海外聽眾